好好听一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6月26号的今日评评里 谈谈赖清德已经决定在这一个政治动员上面带头冲锋 成为冲上第一火线的总统 所谓的全民总统恐怕已经不是赖清德在四年执政的目标了 他要成为少数总统 他要成为民进党专属的政党的总统 那当然感觉也是要开启一场对内的民主内战 而在赖清德冲锋宪政之后 自由时报有一则报道 那就是有中国大陆新华社的记者 已经渗透到台湾的电视台制播政论节目 那甚至除了丁烧之外 还介入了政论节目的脚本来宾 甚至录影的过程当中呢 还可以掌控整个录影言论的方向 那这个指控呢 非常的巨细迷移 但是也是相当的匪夷所思 那由自由时报来做这样的指控 当然过去他曾经有南线专案 这一个完全捏造的重大的政治性假新闻的浅刻记录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媒体 看出这么一个严重的指控 而且没有任何具名的消息来源 甚至一丁点的证据都没出现 那描述的方式是某资深媒体人爆料某电视媒体 然后呢最具体的是有一位叫做新华社的记者 叫做赵博 那现在呢 这个唯一这一篇报道章中的线索人物 叫做新华社的记者赵博 但是他已经离开台湾了 人不在台湾了 也就是说呢 假设要继续追踪这则新闻的话呢 那就会有非常严重的断线 那原因是某资深媒体人 这个消息来源是不具名 那某电视台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指控 那这样子的一个报道的方式 过去大家说是非常东厂式的爆料文化 那张天青被录到的这一个录音带当中 曾经写到这个影射的伤害最大 当时是要影射的是侯友宜 这是选举当中的一个遏制的操作手法 那到底东厂化的政治文化 是不是呢 这个赖卿德担任他所谓的民进党总统的时候 所使用的武器跟工具 在赖卿德冲锋陷阵之后呢 立刻出现了抹红一条龙的操作 在自由时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 匪夷所思的指控之后 民进党的立院党团立刻开了记者会呼应 那开记者会呼应 当然呢就是指出 这个是台湾被严重渗透 那这一个中共在台湾操纵的 不只是立法院的国会改革法案的通过 另外呢在媒体呢则是操纵的是 那现在呢自由时报当然加码 这个习近平呢不只是遥控 国会通过法案 那甚至呢现在也遥控 电视台呢制播政论节目 那另外呢之前 这一个沈柏阳所指控的 村里长到中国大陆去的相关 自享活动旅游的行程 还有立委呢曾经被前外交部长 现在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说 会踹帮中国踹台湾一脚 那吴钊燮在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 所谓的那一脚啊 被徐晓星逼问到最后八次的跳针啊 要徐晓平去法院告他藐视国会罪 那这个藐视国会罪 现在的确是已经法案三读通过了 到现在为止吴钊燮的那一脚 没有人知道是谁的脚 那显然这一次自由时报 所报道所爆料的那一台 也不会有人出来具体的指控 那不管是那一脚或是那一台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一个国安问题 但是呢我们的国安单位 却是装死闻风不动 到底是他们也觉得 这是无地放食 空穴来风的爆料 纯粹只是政治操作 选举语言 斗争工具之外呢 还是呢 他们现在已经 这个鸭子滑水 正在侦办 那从这一个吴钊燮指控的那一脚 一直到现在 所指控的那一台 如果确信为真的话 我们的国安征房 的确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漏洞 那也许 沈博洋所说的 好几十万人 都是高风险群 也就 有这个证据 可循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民进党政府 减掉 这个国安 勤制单位 应该要积极的动起来 好好的进行调查 那当然呢 这个新闻出现之后 这个由自由时报 没有消息来源 没有具体证据的爆料 开始 民进党的立委们 这个群起接棒 那接下来呢 这一个 是不是最终呢 是要由NCC 或者是 由 这个检调单位 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那很多人都说 这非常像 这一个 2000年选举的时候 王立强案 只不过是 王立强案 发生在澳洲 是由澳洲的媒体 报导 那 出口 转 内销 那台湾的媒体 接棒 那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在选举造势会场上面 放大 那这个抹黑 抹红一条龙的这个做法 有澳洲媒体的发动 那只是现在不是选举期间 那要这个抹红的 这一个标的人物 那目前也不是非常的明确 跟大选期间呢 2000年的这个王立强 当然见旨 当时正在参选总统的韩国瑜 那不过呢 在选举过后啊 这个王立强已经被澳洲认定 就是一个诈骗犯 那所以呢 整件事情就是一起乌龙 指控 乌龙爆料 而这一个回到台湾的正坡 当时还影响到了 香港的向心夫妇 被限制出境了好几年 最后呢 这个司法检调的调查 这查无所获 最后无罪 无罪处理 无法起诉 那整起事件呢 就成为悬案一起 那当时的王立强 那如何的出口 转内销 现在呢 就直接呢 在 在地生产了 那由自由时报 来生产 这则新闻了 那民进党的立委 接棒 那没想到呢 行政院长 这个卓榮泰 不小心吃了 城市豆沙包 因为对于这件事情 卓榮泰最重要的反应应该是要立刻要求检调国安体系 把事情查清楚 那查清楚的方式 既然爆料的来源是来自于媒体 那之前在李登辉时代所谓的国安秘障的相关新闻的时候 检调可以大动作到去搜索中时晚报以及这一个一周刊等媒体 那这一次假设把这件事情视为重大的国安议题的话 那检调也应该要去搜索自由时报 那把他们这一个所得到的这么重要 而且严重的这个情资的相关的市政 应该要有所掌握 那后续才能够进一步侦办 不管是要这个侦办电视台 或是侦办这个参与制播政论节目的相关人员 在后续才会是一个认真在面对的一个国安议题 那应该要比照当年的国安秘障的新闻 或是这个司法案件的一个侦办的模式 没想到呢 搞了半天 这一个卓隆泰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安事件 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情资 而告诉大家说 这代表说NCC的人事同意权的审查是非常的重要 那NCC是管电视台没错 但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电视台管理的问题 恐怕是照柯建明的说法 是习近平的手已经深入了电视台 直接插手台湾的新闻自由了 那这已经不是NCC的层级能够处理 NCC是在管理电视台相关的这一个政策里头 是一个位阶非常非常低的一个单位 那这个已经完全是触犯了所谓的国安无法 该动起来的是检调 该动起来的是国安情治相关的单位 左荣泰身为一个最高行政首长 假如他是的话 那现在最高行政首长到底是赖清德总统 还是行政院长左荣泰 已经发生了这一个模糊不清的定义问题 那假设左荣泰是最高行政首长 那赖清德是最高领导人 不管他是不是最高行政首长 都应该要严肃的面对自由时报的这一起爆料 是严重的国安问题 假设确信为真的话 那如果不是确信为真的话 民进党立委的党团记者会瞎起哄 就显得是莫名其妙 所以呢到底是真还是假 卓荣泰跟赖清德 一定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以上今天评评里 谢谢收听 感谢收听